Magic Box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sey 上个月教过大家表示地方的介细词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Casey很快地带大家复习一下 因为这个呢 跟我们今天 Magic Box要学的东西 其实还蛮有关联的哟 首先呢 介细词 at 后面加上一个 被视为一个点的地方哦 像是呢 我想要说我人在学校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说 I'm at school 这边使用at 是因为呢 我没有想要强调 人在学校的里面 外面 或者是前面 那in的话呢 这个介细词 则可以加上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像是提到城市啊 或者是国家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例如 I live in Taipei, Taiwan 我住在台湾的台北哦 那今天的课文中呢 我们看到以下这一句话哦 At the Milky Way Lagoon In the Rock Islands There's natural mud on the sea floor 在洛克群岛的牛奶湖 湖底呢 有天然的泥巴哦 那不知道眼尖的大家 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小的关键呢 当我们用中文来讲地方的时候呢 往往会从最大的地方单位 开始说起 就像是刚才提到的洛克群岛的牛奶湖 或者是台湾的台北 都是从大地方讲到小地方 但是呢 在英文里面的顺序呢 恰恰好是相反的哦 我们会先讲小地方 再讲大地方 所以呢 是I live in Taipei, Taiwan 而不是I live in Taiwan, Taipei 这个就是错的咯 那这个呢 就是中文跟英文里面 很不一样的一点哦 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哦 那另外再补充一下 当我们一个句子中 如果同时讲到时间 还有地点的时候 在英文里呢 一定会先讲地方 再讲时间哦 举例来说 下个礼拜五晚上七点 我要去朋友家看电影 那我就可以说 I will go to see a movie 后面呢 先讲地点哦 at my friend's house 再讲时间 at 7pm next Friday 那如果同时存在两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一样先讲小时间 再讲大时间哦 这样大家都有理解了吗